好了大家好 我是王王 我的魔王与你分享 今天要和大家拆和分享的是 由抬头出品Cofor系列 洛天一的女仆装 景品的内包装呢 是一个前后盒的吸塑 在主体上套有防松色的素料薄膜 虽说是女仆装啊 但是浑身上下是充满了国风的元素 但面向方面 五官的刻画是十分的细腻 两个眼睛宛如宝石一般透亮 尽管如此 和官图对比啊 还是有着一定的差距 在头发的发丝细节表现上 锐度啊还算可以 若是这个毛边啊有点多 看起来很是凌乱 头顶上的两个包子头啊 很是可爱 身后垂下来的两根刷八尾 是在透明零件的基础上 进行的渐变涂装 身上的服装啊 大体都是塑料成形色 在部分的细节上 是带有着涂装的点缀 在衣服上有着很多 竹子造型的浮雕刻画 以及非常多的果蜂元素小细节 这种布料的纹粒之感啊 体现的也很是不错 在裙子正面呢 还有一个非常可爱的小熊猫图案 腿上呢是一双奶白色的长头袜 很好地勾勒出了 腿部咸细的线条曲线 脚上是一双 棋皮质感的红色小皮鞋 小尖的蝴蝶结 和服装各处的细节啊 相呼应 精品所附带的是这种 充满了国风元素的实色地裁 那这一圈下来 也就看完了 本款精品的各处细节 诺天一 以这种大红色为基调的造型啊 确实是蛮少见的 全高18厘米 整体的做工素质表现 处于Title的一个中上水平 但是在面相和头发上和官图啊 还是有一定出入的 那以上就是本期母闻分享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喜欢本期视频 记得多多点赞 我是武王王 如果有下期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